大家好,我是小静 燕麦作为一种粗粮含有足够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吸收身体当中的水分,产生极强的饱腹感 香蕉几乎含有所有的矿物质和维生素的种类 并且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丰富 今天就用香蕉搭配燕麦来做一道超级低卡低热量的减脂呆餐 想要快速瘦下来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 首先准备20克即食燕麦 即食燕麦比普通的燕麦口感上要更好一些 并且它的饱腹感更强一些 20克即食燕麦是两个人的分量 接下来再准备3颗核桃仁 先把大的核桃仁掰成小块 加入核桃主要是为了在减脂期间营养更全面一些 接下来再加入10克男杏仁 加入清水把男杏仁清洗干净 杏仁含有丰富的黄酮和多分类物质 不仅可以减脂,还可以美白肌肤 清洗干净的杏仁把它过滤出来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香蕉 把香蕉切成薄片 香蕉的热量比较的低并且富含膳食纤维 如果一人量的话用半根香蕉就可以了 香蕉切好之后也把它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切一小块生姜 生姜不仅可以去除身体的寒气 还可以加速身体代谢 切好的生姜也把它放入碗中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多姜机中 加入约900毫升的纯净水 如果喜欢喝细一点的可以多加一点水 然后盖上盖子选择干湿豆这个功能打上半个小时 家里有破壁机的也可以使用破壁机 半个小时之后 这道超级好喝的香蕉燕麦奶昔就做好了 这道奶昔可以作为扫上的带餐 再加上一个鸡蛋 就是一道非常营养丰富的减脂餐了 这样控制一下一天当中摄入的阻热量 很快就能瘦下来 超级的丝滑细腻 不仅可以减脂还可以美白 爱美的姐妹们不妨尝试一下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